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一期我还是再讲一下TCP IP 在互联网诞生以前 就是在我讲的那个APPA网上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运行三种服务 一个是Telnet 一个是FTP 另外一个就是电子邮件Email 这三种服务 当然现在也算是比较广泛的使用中 但是已经不再是杀手级的应用了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 对杀手级的应用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网上购物 或者是在网上如何看 这个女主播露出大腿 或者是如何在网上去玩黄扇 时代因为已经变了 以前那种无聊的上网 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使用了 Telnet现在几乎是没有人用了 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程序员 或者是运维人员 可能还在使用Telnet 更可能的或者在使用SSH这种软件 FTP呢几乎是没有什么人在用了 现在因为大家首先是网速比较快了 已经不会再去下载东西了 即使下载呢 也是用BT啊 或者是百度网盘这种东西去下载 你在用FTP的话实际上已经落后了 至于电子邮件呢 现在我觉得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杀手机应用吧 虽然说现在每一年呢 总会出现可能有一百种 或者更多的要号称要代替电子邮件的一些工具吧 很多创业公司就喜欢说 我这个工具呢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要替代掉电子邮件的 但是呢几乎好 没有什么意外的 他们都是失败了 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IT巨头 都是有免费的这个电子邮件来提供 国内的公司啊 我觉得可能除了百度公司呢 一心一意的只是用来卖药 它的主要的客户 实际上是不会用电子邮件的人 所以呢 百度非常精明的 就没有费心去做这个电子邮件 因为会用电子邮件的人 又有善良一点的 聪明一点的人 不是那么善良的人呢 是不太会相信百度 或者是莆田医院 前一段时间呢 不是说百度起诉了一个公众号 还是什么东西 因为那个公众号举行了一个活动 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百度一下你就完了 然后百度呢就 起诉他要 要他赔偿五百万 实际上 中央电视台说百度说的更恶劣 但是呢他不去起诉中央电视台 其实呢 对2016年 也就是去年的 有一个事件 就是有一个魏泽西嘛 然后就因为相信了 百度收到了普天医院的 治疗癌症 当然癌症首先是不好治 我们也知道 但是呢他确实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吧 然后命也没有了 他就这样真的是百度一下就完了 善良的人嘛 总是被这种骗子来欺骗 每个人都有一个希望的名单嘛 当然我也有 就是说百度如果能够倒闭的话 但是在我的希望名单里的一条吧 而且还是比较靠前的一条 接着再来讲这个TCP IP 其实比TCP IP还要低一些的 就是同样一个网络呢 实际上是可以叫不同的名字 就同样一个东西是可以叫不同的名字 不只是网络 人也一样 比如说呢我在外面 同事呢可能就喊我的名字 叫流言洞啊是什么 或者听我电台的人呢 很多都是喊洞哥 因为也有当然很多人 就是年龄实在是比较小 就喊我洞叔 当然朋友可能在外面就喊我傻逼 然后在家里呢 实际上没有人喊我这几个名字 比如说我老婆可能喊我大熊 然后孩子呢肯定是喊我老爸 然后我父母可能喊我大哥 这些名字不一样 但是人还是一模一样的人 都是血肉之躯嘛 网络上网络这个东西 就是现在我们用的网络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样的 名字有可能是不一样 但是内容是一样的 都是有电脑啊网线路由器这些东西来组成的 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分类 所以我就讲一下这个分类 如果从区域和范围上来分的话 就它覆盖的区域是多少 覆盖的范围是多少 可以分为四种 这四种网络从大到小吧 可以分为互联网 它的英文名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叫Internet 再小一点的 比互联网小一点的 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 就是Chinese Internet 再小一点的就广域网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One 就是广域网 它可能覆盖一个城市 像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 就是覆盖整个中国 广域网说实在我们用的也非常的少 还有最小的那是局域网 就是在我们家里 或者是一个公司里那种局域网 如果另外一种分法 不是从区域上来划分的话 是从传输技术上来划分 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个划分 比如说可以分为以太网 ATM网 或者就是FDDI网 就是Fiber 就是说它翻译是中文 应该叫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网 就是FDDI 现在因为大家都是在传光纤 当然这都无所谓 不所谓 就是从区域上来说 现在这个互联网 是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 就是说肯定是能够 赢下这个局面 如果从技术上来说 就是以太网肯定是要占据主流 目前来看是这样 就在业界 大家普遍认同的一句话 就是说互联网实际上是在 中国特色化 然后传输上 从技术层面的传输上 实际上是在以太网 电脑上我们实际上是有个接口 就是长网线的那个接口 现在大部分的电脑还有 可能苹果电脑没有了 它比较先进 电脑上有个接口 就叫以太网接口 包括我们家里的路由器 叫Wafa 这个也是一个接口 它也是以太网 包括有公司里可能有交换机 运营商那里可以有这个路由器 包括千兆万兆 以及更大的一些这个以太网的这个网口 还有网线 就那个网线 都是以太网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我们每天说实在的用的技术 很可能就是以太网 应该就是以太网 不能说很可能 因为现在建网线的机会实际上是越来越少的 就是插电脑上的网线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都不再用这个东西了 实际上用处说实在也越来越少 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个无线嘛 如果有人见过那种网线的话 并且把它弄断的话 如果不会接的话 实际上就弄断一根的话 可能可以看到里面是有八根这个金属丝 如果你这个网线是比较靠谱的 就是买的时候是比较贵 并且也是真货的话 应该是铜的 就是无养铜 最好的一种网线 就是无养铜的 如果买的可能是有这种中国特色的互联网 网线的话 可能是四根铁丝 再加上四根铝的 或者单纯就是四根铁丝 就是电子非常非常的大 可能就是200米或者300米 它就能够有150欧姆的这个电子 可能你船个30米40米 这个就不稳定了 就不行了 50米就非常不错了 最重要的是 它所以有市场 是因为它很便宜嘛 因为铁嘛 铁跟驴显然不都贵一些嘛 因为这八根线呢 实际上你减断以后呢 你接的那个地方 那个东西是叫水晶头 学名呢 叫RG45接头 当然我是打工的 洞哥是个打工的 就是肩膀上 基本上就可以放一个毛巾的话 放一条毛巾 就马上可以抗着这个 扛着路由器上楼 当然还能手捏水晶头 这都是硬功夫 因为我现在 已经不太懂这个 无线路由器了嘛 因为我第一次 建智能手机的时候 我就想 怎么去上网啊 然后就开始在手机上 找这个网线接口是吗 所以至今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不查网线 竟然可以上网 所以觉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呢 我就讲一下 以前那个年代 就我那个年代 十来年前 或者是五年前 这个样子 就是 大家还普遍 有网线的那个年代 就是八根铜线 为什么能够传递信号呢 这个就是以太网的一个原理 以太网实际上 它是一个物理的协议嘛 主要是描述了 这个数字信号 如何换成 这个网线中 这个铜线中的 这个电信号 也就是电压 然后呢 这些电压又如何转换成速度信号 这个 以太网呢 是一个五幅的系统 但不是同零到五幅啊 是负的 二点五幅 到正的 二点五幅 当然就是说 十兆的 还有这个 一百兆 或者是一千兆 这个 规格是有点不同 就是一千兆的 可能分了五个档次 然后一百兆的 可能分了 三个 两个两个 然后十兆也是两个 可能就是 二点五 一 零 就是正二点五 然后再这样 就是中间是 插了一个一幅 不管怎么说了 就是说 说五幅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 如果大家懂 网线的话 就会看到 比如说 它是一百 Base 然后一个 一个小线 就是都写在 这个网线的皮上 就是说 它这个包住的 这个橡胶皮上 就会有一个小线 就TX 如果有T的话 就是双脚线 就是比如说 TX就是说呢 它是两对 应该是 非屏蔽 双脚线系统 比如说这个 这个有可能就是 一幅 副一幅 到正一幅 不过这个不重要 就是说 现在首先用的很少 知道的人 当然也很少 因为它 可能在以后啊 这个网线 就渐渐的 使它就消失了 到我们开机以后呢 网线上是 加上2.5V的 一个直流电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万事大吉了呢 对程序员来说 当然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程序员的 这种观点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太完美了 就一会出零 一会出一 如果我想穿零的时候呢 你就给我来个 负的2.5V 如果想穿一的时候呢 你给我来个 正的2.5V 但是呢 这现实的世界 并不是这样的 尤其对电子工程师来说呢 更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程序员 经常会觉得 一个东西 不是零就是一嘛 但是在现实中 并不是这样 但是人家电子工程师 可能就不会说你 因为觉得你特别外行 那电子工程师 我认识的还不少 因为我像 做的路由器相关的 你就会发现 电子工程师 普遍比程序员的脾气 要好非常非常多 好一百倍吧 就在程序员的世界里 日常就是说 你这个技术 因为技术问题啊 就是在网上 撕来撕去的事情 是常态 但是在这个 模拟电路这个世界里啊 这个 他们也是工程师嘛 就模拟电路的工程师 是不太不太不太实的 说实在的 他们并不 因为这个现实世界中 并不是非黑技版 比如说一般的情况下 在这个CMOS电路里啊 并不是 电路就是说 你从负的2.5V到 正的2.5V 是一个连续的状态 你只有高于1.67V 才就是一 如果一旦是低于1.67V呢 这个就是零 你说为什么 他要选择1.67V这个地方呢 当然这个我也不知道 有很多解释 我们上课的时候 老师都有解释 而且系统不同 也有12V的 也有5V的 但并不是说 1.67V是一个标准 因为你5V的系统 和12V的系统 20V的系统 肯定是不同 但是不是零就是了 为什么要取代 三分之一处 当然我也不知道 我不懂 相对来说呢 就是设计模拟电路的人 实际上 我个人认为 实际上是要比设计速度电路的人 还是要厉害一些 因为如果我们的速度电路 如果要应用在现实生活之中呢 必须是要和真实的世界 是要有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 其实就是跟大自然的接口 跟真实世界的接口 必须是模拟的 比如说我们测温度的这个软件 温度我们是连续的 在我们宏观的情况下是连续的 它并不会说出现跳跃 但那都是量子地学 什么东西都是量子的 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这个温度就是连续的 比如说你这个测温度的软件 因为现在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们测手机的话 大家都喜欢 哪个那个红外线的枪 测一下 我这个运行了三十分钟以后 哎呀 贝壳是多少度 这个地方多少度 这个地方多少度 就是来看一下 哪个的温度比较低 就说明它比较厉害 因为呢 现在那你觉得这个 这种就是红外线的 这个测温枪和这个水银温度计 哪个更准 实际上我试过 我个人感觉是水银温度计更准 但是时间实在太长 就没办法搞 红外测温枪啊 现在我们这个 它是模拟电路 它一定要有一个模拟的传感器 就热敏传感器 这个都是要用模拟的 不能说是你用数字的 它这个最流行的这个传感器呢 叫MAX6642 这个误差是多少呢 误差就是正负1.5度 重复测呢 就是你连续测两次 差1.5度 这个没办法 就这样 就是说它不太准 也就是说呢 你比如说你测出 这个手机的温度是50度 或者是51.5度 或者是48.5度 是一样的 因为它有这么大的误差 这个热敏传感器 就这么大的误差 因为我看到网上 有很多准确的小数点以后 两位的那种红外线的测温枪 那种就是耍流氓嘛 因为你本身的误差 就是正负1.5度 你怎么可能估算两位值嘛 所以 而且还卖的特别贵那种 说我这个车都直接上没有 我们那个都是耍流嘛 因为现在 英特尔的CPU里面 因为我们电脑里面CPU 它有个测温传感器 它的测温传感器 我们如果去 我亲自去搜过 这个英特尔的 就是它这个里面的CPU的传感器 它是误差是多少 就是正负1度 并且呢 低于50度都是不准的 它不能工作在低于50度的情况下 也不能高于多少度 我忘记了 但是50度以下呢 就它随机给你读个数 比如说你说37.5 准不准 工作不正常 不知道准不准 但是无所谓 因为不到50度 你这个CPU都很好嘛 所以呢 英特尔里面 它也达不到正负1度的 这个精确度 如果你这个小数点 后1位都是孤独的话 你这个小数点以后 再孤独2位 这显然就是耍流氓了 再说网线 因为现在 之所以我要强调这个事情 是因为网线是吧 对我们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很多的算法 它是为了什么呀 我们做计算机 数字世界中的算法 就是为了 可能是快一些 可能是什么样子 但是在 模拟电路的世界里 这个模拟的算法 这个算法 出现也有很多的算法 这个信号 非常的不精确 比如说你有可能 打一个雷电 或者闪电 或者开个微波炉 都有可能银行里面的信号 比如信号 它几乎就是完全将 真实的信号 按一个比例 然后转化成 电压的形式来表示 你这个微小的偏差 都会 一下子表现得非常的显著 而且会造成信息的一些损失 但在数字电路里 我们就关心两个事情 一个是高电频 一个是低电频 显然就简单了很多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批的人 就会在网上问说 我要转行当程序员了 但是你肯定是 绝对没有人是说 我想转行去当 这个模拟电路的工程师了 因为模拟电路的工程师 计算量非常非常大 而且也太难了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人类呢 只要还使用这个电信号来处理信息 这个模拟电路就不会消亡 如果这个世界可以返回的话 我下一次选 让我再选一次的话 大学的我就去选这个模拟电路 就不当程序员了 因为现在程序员不太好的地方是 我们整天就为各种语言呀 那种框 还有各种框架 包括前端呀 撕后端 后端撕前端 而且这个前端后端撕了以后 都会觉得 两个赢家嘛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赢了 比如说前端 然后 觉得试完后端以后呢 他们会不会很高兴 不会 前端接着撕 因为前端还有不同的框架嘛 然后接着再往上撕 后端跟前端吵了之后呢 他会觉得 我又赢了 后端赢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因为后端会用很多种编程语言 用PSP Ruby Java 这些人呢 又会再重新撕一下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撕个不停 所以呢 PSP基本上情况 以我观察的情况 后端呢 这个PSP的这个人是最多了 但是呢 战斗力最强的是Python 这个用Python写后端的 这个战斗力 肯定是最强的 不过呢 将来也许有一天 程序员就消失了 被户墙给打死了 是吗 不过我不怕 因为我的主意 还有在这个脱衣舞厅 跳这个钢关舞 所以呢 我这个下班之后 就去写程序 上班就去跳钢关舞 因为这个以太网呢 实际上就是电线 这根网线里的铜线 是建立在真实世界之上的 因此 这根古老的网线呢 就决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因为我们整个数字世界 就是建立在这根铜线之上 无论这么 数字世界中 有多么的魔幻 但是这个真实世界上 一些规定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比如说呢 一个以太网 最大就是 1.5KB 为什么规定了 1500个字节 1542个字节呢 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看过非常非常多的 试试 RVP的一些解释 就是科学这个东西 99.999%的人 包括我 对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科学的作用是什么 唯一的功能 就是一本正经的扯乱 然后呢 其实是用科学的一个方法 来说服自己 就觉得你看科学都这么说了 实际上 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 包括这个1542这个数字 有人专门用数学算 还用维基分算 反正我认为呢 就是可能就是 随便规定了一下 因为这根铜线上 能传的最大的包啊 就是1542 还有就是1500 然后呢 42个是附加的信息 但有的材料啊 就是用维基分算嘛 说这个1542效率最高 而且还给出了科 数学公式 但我个人正认为 就是非常搞笑 科学嘛 要来说服自己 正是因为 因为我认为是没有道理啊 为什么会用1542 难道你是 喜欢这个数字吗 反正可能就是 当时的工程师脑袋 一排脑袋 觉得1542挺好 然后呢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限制呢 就直接限制了IP的发挥 因为IP实际上 它还是要通过这条 古老的铜线嘛 你不能用意念来传输 现在往中国说 都可以用量子传输 那时候没有量子 我也不知道量子 能不能成功哈 就是说 那时候还是要用铜线去传输 因此呢 IP不 它又要说 我要20个字节来做我的头 然后这样的话 1500又减去20 又成了14008了 因为TCP又建立在IP之上呢 TCP说我也要20个头 就这样呢 这个1500 再减20 再减20 又成了1460了 就这样自己 后面还有一大堆其他协议啊 包括HTTP 每个人都想占据一点东西了 结果这个本来是1542这么一个数据包呢 最后正经的数据还没怎么传 然后你各种协议呢 就占了10% 这样下去就没法搞嘛 就10%啊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如果大家都有10%没有概念的话 这就我可以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 就是中国有多少人 咱们家是有16亿嘛 按照2015年的数据 就是有多少人吃这个财政饭 就是他的工作啊 就是从财政上去吃的 有6000多万 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每30个中国人呢 就得养一个吃这个财政饭了 你不是政府的 你不能拿财政的钱 不是财政包款的人呢 就30个人 你就得养一个这个种 这个比例呢 是多少 这不是很大嘛 相比于以太网不是很大 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 咱们也不知道是吗 就相比于以太网 还是负担很小 以太网百分之十啊 这个还不到百分之十 大概百分之三 因为以太网上1542个字节里呢 就只有1400个是传数据的 其他呢 都是一些附加的信息 百分之十的税 对我们现实生活中 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沉重了 是吗 我们30个人 这个这个养一个吃财政饭了 都觉得很苦 这个以太网上的数据包 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苦 因为他每十个数据包 就得养一个空闲的数据包 显然这个以太网 比我们辛苦多了 所以应该改一下 就叫苦不苦 想想这个以太网25000 如果按照2006年嘛 北京大学是有个教授 他的名字叫王西西 就他说嘛 中国的三公消费啊 就是9000亿 这个什么概念 三公就是说 公款招贷 公款出国 还有公车消费 这个数字一出来 这个人民日报 就马上反驳 远远不到这个9000亿 差得多了 最后呢 这个中央党校 好像有个校长 副校长就马上出面 澄清说 不可能是9000亿了 总共也就是7500亿吧 你竟然多说了1500亿 所以呢 我们就按 7500亿来算的话 按照中国 现在不是最近出了一个航母吗 第二艘航母 招架多少 400亿 就这样一年的 就就 一年的三公消费 那个时候 就花大概差不多 20个航母这么一点点钱 所以我觉得 还可以 这个负担 比起这个 以太网上的这个开销 我觉得还是小多了 正是因为这个负担太重了 所以各大公司呀 厂商也觉得 可能不太好意思了 决定呢 让这个传输的 有用信息呢 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红线 你不能再低于 1400个字节了 因此呢 各大公司也就开始了 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 推进计划 比如说呢 他们就决定 http2.0的时候呢 那个头部要压缩一下 因为这个http2.0里面 就是说 你多个请求呢 实际上可以被压缩成 一个数据包 但谷歌不用http2.0 它跟Facebook 比较牛逼的公司嘛 可能有speed 就是说 它跟http2.0 还是非常非常相似 我觉得再过几年 很可能咱们 大家都能用上这个2.0 现在主流的浏览器 包括如果你用Chrome 或者是Firefox 包括微软的那个叫什么 Edge是吗 我不知道 我没用过 它实际上已经默认 已经支持这个2.0了 并且默认开启 因为工作的需要呢 实际上我读过 不能说我主动读啊 就是公司里必须要读 这个2.0跟speed的这个协议嘛 我们这些当 程序员呢 反正要看了 我的感觉肯定是 这个协议非常好 各方面都好 毕竟是谷歌呀 Facebook啊 微软这些大公司做的嘛 各方面都非常好 我肯定是挑不出毛病来 人家几百个 几千个工程师 搞出来的东西 肯定很好 但也就这样了 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些癖好 就相比于工程界 咱们总是说 工程界的奇迹是什么 就是空中课程嘛 空中课程A380 相比于那种 工程界的那种奇迹 A380 看一看不懂 只能看到大小 但我更喜欢呢 实际上是 莱特兄弟那种小飞机 飞也飞不高 飞也飞不远 而且还非常的不安全 所以呢 相比于现在这个 http2.0 或者是 谷歌 Facebook 他们自己搞的 那个speed 人家大公司 都不给你一起搞 人家自己搞一个自己的 公司厉害了 就要这样 你普通老百姓 你用http2.0 我这个有一个更厉害的 叫speed 虽然他们两个都差不多 我更喜欢 就是说最初的这种 技术嘛 就最初的这个IP 或者是 tcp 或者这个 以太网的数据包 因为这是 刚诞生的时候呢 混乱不堪嘛 漏洞百出 就是这几个人 几条枪嘛 我非常非常喜欢 讲以前的故事 可能就是说 和人一样嘛 年轻气盛的时候 总是最好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就是在这个以太网 刚刚出生的时候 或者http 0.9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可能是 网络中最好的时候 以后越来越不好玩了嘛 反正我也 这个speed 这个还有http2.0 真的 你打印出来 好厚的一叠纸 各方面都有啊 都很完美 我就这样读了一下 没什么好讲的 就公司成功以后 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真的 你读不完 好几百页 两个打印出来 另外我最后 回答一个问题吧 就结束了 就今年我36岁了嘛 然后已经没有年轻时 想改变世界的想法了 实际上 我已经被世界改变了 并不是改变世界 世界改变了我 见到黑暗势力呢 我也不再是那种 直着脖子 要做这种 横眉冷对 千夫子了 现在已经学会了低头 我现在的想法呢 就是好好活着 身体健康一点 给家里两个小孩 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 然后他们最好能够健康的长大承载 那我只说这些呢 算是回答下面这个网友的留言吧 这类网友不是只是这个网友 最近总是隔三差五就会有人问我类似的问题 我在这里一并回答了 实在是非常抱歉 我并不是你们想的那么有追求 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可以和这个世界死壳的人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这个毕竟念出来太敏感了 但我就截了一个图 还把这个人的头像跟名字给隐藏了一下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问这种问题了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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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